雪地里的小画家 一言为定 小贼 哪里跑 夫子 您怎么在这儿啊 还不是来抓那个偷米贼 真无聊 阿豆啊 趁着小偷没来 我给你温馨下功课吧 正好醒醒神 这几个字你都认识吗 群 竹 牙 用 挤 布 胃 餐 家 动 嗯 都说对了 你来看这个字吧 哼 这么简单 这不就是 诶 马豆啊 我给你个提示 这个字可不止一种读音哦 嗯 着急 接着 穿着 怎么样 夫子 不厉害吗 嗯 不错不错 来看看这个字 你会写的字 你会写吗 你会写吗 我知道 我知道 马 横折 竖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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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横 马上 马车 嗯 写马字的时候啊 要注意 上小 下大 底横要平 竖折折 拖的第一折呀 要写在横中线上 哦 我记住了 再靠你一个字 看好了 小菜一叠 挤 撇 梗 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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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呀 初心了吧 挤字一共只有两话 第一笔是竖撇 可以先写直一点 再撇出去 第二笔是 横折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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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写短横 再向斜下写竖 有点儿向左斜 左后向右侧 写一个有弧度的勾 勾要小 弯要有弧度 哦 我明白了 挤 竖撇 横折弯 勾 挤个的挤 什么声音啊 哪有什么声音啊 夫子 咱们还是回去睡觉吧 雪地里的小画家 下雪了 下雪了 雪地里来了一群小画家 小鸡画竹叶 小狗画梅花 小鸭画 小马画月牙 不用颜料 不用笔 几步就成 一幅画 青蛙为什么没参加 它在洞里 睡着了 麻豆啊 你看现在的雪景 是不是和 课文里的一样啊 不就是下雪吗 课文里还写了两遍 真没见 诶 课文连续两次 出现下雪了 突出小动物们 看到下雪十分开心 而且呀 巨墨还用了感叹号 可见 它们是多么的兴奋 原来如此啊 麻豆 学了课文 你能说说看 雪地里的小画家 都是谁呀 它们分别画了 什么美丽的图画吗 嘿嘿 这可难不倒我 小鸡画竹叶 小狗画梅花 小鸭画枫叶 小马画月牙 诶 说得不错 这句话运用了 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 画在这里是踩的意思 小动物们在雪地上 踩出自己的脚印 把它们的脚印形状 分别比作竹叶 梅花 枫叶和月牙 声动形象啊 哦 所以小动物们 其实不是真的在画画咯 没错 它们走过雪地 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就像画一样 嘿嘿 真好啊 嘿嘿嘿 哎 福子 你看 这儿还有好多脚印啊 原来是你们在偷迷 福子 我抓到偷迷的贼了 你可记得给我加工钱 福子 为什么可纹里的青蛙 没去画画呢 那是因为青蛙到了冬天 要冬眠嘛 冬眠 冬天来临的时候啊 有些小动物会藏在地下 不吃不喝也不动 身体温度也很低 好像睡着了一样 那它们不会饿死吗 哎 不会不会 等到来年春天 气温升高 它们就会苏醒过来了 那除了青蛙 还有谁要冬眠呢 乌龟 蝙蝠 还有蜗牛 都会冬眠 像刺猬在冬眠的时候啊 可以连续 二百三十六天不进食 这是因为 它在冬眠时 体温接近零度 几乎不呼吸 哇 这么厉害 哎呀 不早了 明天还得早起干活 快去休息吧 马豆啊 几点了还不起来 冬眠中 请不打扰 马豆 Trucke 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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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